也是跟降雨的状况有关 南台湾的降雨量创30年来新低 水情严峻 经济部长王美花召开旱灾紧急应变小组 评估未来一季的降雨几率低 3月1号起 加益调整为减压供水的黄灯 而台南则是亮起了减压供水的橙色灯号 但经济部也强调 4月底以前不会进入分区限水的红灯 水源调度没问题 抗旱水井的整备也大力推动 利用回收水作为刺激用水 共同团结来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 南部水情拉紧报 降雨量创30年来新低 总统蔡英文日前特地到高雄关心 就怕春雨还没来 北雨又晚到 先期部长王美花亲自主持 汉灾紧急应变小组 确定3月1号起 加益调整为减压供水黄灯 汉南调整为减量供水沉灯 加大节水力道 去年很早就启动了抗案的措施 多吊水多深水 在那个时候水利署就从高雄 每天支援20万吨的水量 给台南 台南每天大概也会支援 10万吨的水量 加益 高雄地区我们还会从屏东 来支援这个水量 希望每天可以达到9.5万吨 水利署强调水源掉多少没问题 离红灯还有一段距离 强调4月底前增供13.6万吨水源 不会进入分区限水 定定节水目标 全灯每个月千度以上 工业用水户节水10% 客室园区及工业区 总量管制节水10% 但排除部分产业减少冲击 三温暖降息车是比较次要的 这个用水大户 建水率是20% 政府急早应备占稳定产业民生用水 这里是梅雨达台报道